老爷 老爷 警察来了 带着枪呢 拦都拦不住我 唐老爷 兄弟们都在外面等着呢 咱们是现在走还是再准备准备 迟了可不能怪我们警局啊 警长 这件事 我还没想好呢 还要想什么呀 我想我儿子能不能还 警察这一句万一绑匪知道 私票怎么办啊 那你要怎么办 唐老爷 绑匪下的就是你们这些人 有钱怕是 要多少就给多少 这不是长绑匪的欺验吗 警察 我不和你议论这些 绑匪绑的是我儿子 不是你儿子 着急的是我 绑匪电话吧 我接 你懂不懂道理 你接 你接我儿子就没命了 等等等等你接 你接不接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我儿子 好的 你讲的一切条件我都答应 你让我儿子接电话 爹 你要救我呀 千万别告诉警察 语元啊 别害怕 爹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 让那老大听电话 好 你说 什么 必须是我们家里人去 可是我们家里人 下人可以吗 不行 好 不说了 不说了 我想一想 这帮绑匪的气焰也太嚣张了 维护社会治安那是我们警察的事 我们不能看着绑票不管 请你把绑匪的线索提供给我们 警察啊 刚才的电话你也听见了 书人得我们自己家里人去 你们请回吧 不 这件事我们一定要管 你们请回吧 我们自己办 我亲自去 我自己的儿子 我自己去 气化 你去了赎金不就更多了吗 老爷 对对对 警长说得对啊 对 我家里没人了是不是 都死光了 你高兴了吧 月圆活不了你也高兴了吧 行了行了 别吵了别吵了 这实在不行的话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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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大姨娘 警长先生 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 我认为如果要救医员 我去是最合适的 我有唐家的名分 也不是他们熟悉的对象 要不然我就去吧 你去 刘苏 是的 我去 不管怎么说 一日夫妻 百日恩 如果爸爸和大姨娘放心的话 我就去吧 这怎么能不放心哪 这是最好的呀 刘苏 你真是来救命的呀 警长先生去回吧 我真是好感动啊 哎 有消息及时通报啊 我们先走了 小虎 拐 齐步走 好 有宿 我儿子没福啊 这么好的媳妇 留不住 爸爸 现在就不说这些了 您赶快准备赎金吧 我这就去 我先谢谢你了 我先去拿钱去 我去拿钱了啊 这唐家人也真没本事 怎么叫个女人来了 女人好办事 我过来不是叫你们安心吗 对对对对 你一来 你看啊 来了这么多人欢迎你啊 好了 说说吧 鼠金我们准备好了 二十根金条鼠一人 还有十根是谢仪 请看一看吧 好啊 很好 真大方 不愧是唐家人 你们讲理 我也不能不给面子啊 来人 把唐少爷请出来 哎呀 唐少爷 你有这么个夫人来救你 还不下跪 还不下跪 谢谢啊 都看不过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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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哪儿 outine 女儿 然后就没有比我 来 哎呀 愣睿 愣睿 好 好 好 谢谢 快进去吧 爸爸在里面等你了 要不要进屋坐坐 我回去了 多保重吧 谢谢 好 唐老爷特意打电话叫我去府上 拿了这五千大洋的银票 让我交给刘苏 唐老爷讲啊 刘苏不愧有大加工 刘苏的风范 看问题看得准 看得透 白老夫人啊 这银票 说好 看唐家客气的 还劳烦您徐太太跑一趟 这五千元的谢礼 也是唐家为错怪了白家 该倒的欠也不多 是啊是啊 妈 要不是他们唐家 错怪了我们白家 我们哪借过那么多 鹤枪实弹的警察 闯到我们的府里啊 害得是和府上下鸡犬不宁啊 不就五千块钱吗 应该呢 这五千块银票 收不收 我不能做主 要问刘苏 妈 这有什么好问的呀 不就是那么点钱吗 再说了 我们还跟着担惊受判呢 你们都听我说 我知道 现在大家的手都很紧 有这五千大洋来谁不高兴 可这毕竟是唐老爷 感谢刘苏的 我总不能替他做主吧 所以啊 还是要问刘苏 让他来决定 到底收不收 静止静展 快去叫绿姑 徐太太 唐老爷还好吧 病了 病了 经过这么大的事 唐老爷一下子就病倒了 唐少爷还好吧 议员啊 经了这么个大事 没有把大烟给戒了 反而抽得更凶 唐老爷现在也懒得管他 这么兴旺的唐家 现在一下子变得 四气沉沉的 看着就让人心疼 徐太太来了 刘苏 才刚说了一会儿呢 徐太太 坐 来 徐太太请坐 坐 刘苏啊 唐家 让徐太太送来五千块的谢礼 收不收呢 你做主 妈 那还要问吗 我跟唐家已经没有关系了 两家平时不来往 出了事情 却平白地让他们怀疑是我做的 那天我去唐家 本是想跟他们闹的 可看到他们的情况 总想着 夫妻是散了 可这是人民关天的大事 总得有个轻重吧 所以才一时逞强去的 他们想谢我 我心领了 但这钱我不能收 我不想让他们瞧不起 徐太太 那就麻烦您了 还回去吧 人家别退回来了 刘苏不收这钱 是不是在怨恨咱们唐家啊 我本来想借着这个钱做台阶 请徐太太和刘苏商议下复婚的事 刘苏不收这钱 看来是不想进唐家的门了 看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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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小姐大姨救前夫 看报了 看报了 白小姐大姨救前夫 卖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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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你说 是是是 家母不许去呀 这件事本来和我们白家无关 对 且唐家又说是舍妹白刘苏 尹黑帮绑了唐一元 你说元不元啊 那这 唐家老爷呀 说给了钱黑帮就撕票 那警察到了 黑帮不更撕票了吗 真是进退两难哪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呀 舍妹挺身而出啊 人家说啊 这个事情我来办 我们白家人 原本就是满门中烈 从来就是不怕事的 对 不要说我们 我这妹子一出马 一切都搞平了 对对对 老兄我跟你讲啊 这些天啊 上海滩租劫内 新闻头版头条都是 白刘苏旧一元的故事 大街小巷传宋一时 刘哥 用我 范董事长 来来来走走走 生点小毛病 你这么忙还跑来看我 坐 我不忙 哥哥 医生怎么说 做个小手术 没事 放心吧 好 诶 哥哥 医院里还住着别的熟人吗 没有啊 没有别的熟人哪 那我去看看吧 好 好 我等你啊 你休息 好 您请 来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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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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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你又能怎么样 他就是病了 他不让我告诉你他病了都不行了 他就是不想让你看到他病的样子 这这比他心里还有病 你多可怜 你有钱又怎么样 你有钱也救不了他的命 知道吗 我能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我 我帮过他 我给过他帮助 他接受了 因为他从来都不回避我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珍惜地喜欢过我 他心里只有你 只有你 你们就这样互相地伤害着 还互相地心疼着 你多幸福 你有疼 你有肝肠寸断 你多幸福 我去没有了 红颠 你会好的 会好的 别走 你别走 留下来 和我一起 红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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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纖的粽子 范先生 谢谢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 为刀鸟我们的朋友 红莲的粗人一事 令人欣慰的是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并不孤单 善良的所在 也是红莲品格高尚的所在 这善良的品行 将一如祭宝的伴随人 如同逝者一如祭宝的伴随人 我们都不孤单 我们源于尘土 最终也必将回归尘 我能感觉到你比我苦 你从小生命惯离长大的 现在又从金子堆里被改出来 苦对你来说是天上地下般的悬殊 可是你想想 我们现在不是很快乐很富有吗 我记住这句话 我记住这句话 你记住 我记住这句话 有你在哪个人良的 有什么苦 都是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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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惠怀 道理 说是去问惠怀 其实是去看红莲 那时候全天下的人 都看不起我 超过吐狗时 柳哥的手下也欺负我 打我 那时候我们不对 只有红莲 从来都是 笑了一看着 他关心了 为我着急了 我能够帮他 过来 我跟这人说 我还会发生了 这还是点证明 你能够帮他 那我能够帮他 我这次下集 我能够帮他 我这边 我随便 我这边 这是什么 我这边 我真的在这边 那是说 我这边 我看了 我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好 徐先生 有缘交给你了 好 谢谢 佬斯坦 走吧 我们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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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呀 可是反过来想想呢 唐家也不怎么样 这唐医院哪 也太平庸了 少爷 少奶奶 给你们送饭来了 少爷 少奶奶 可以吃饭了 少爷 少奶奶 吃饭了 少爷 少奶奶 吃饭了 我进来了 不好了 不好了 少爷 少奶奶出事了 你们快点来人哪 少爷 少奶奶不行了 来人哪 快点来人哪 少爷 少奶奶不行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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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老爷 老爷 太子山发上去 快快快点 快山发上去 老爷 小梁啊 小梁快去叫外父来 知道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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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灭我唐家呀 老爷 老爷 天灭我唐家呀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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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像什么了 想起我结婚前那次 坐着车去照结婚照的时候 像假的 一切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过去了 我嫂子 嫂子 欢迎酒店家 阿姨 董事长 上海真气派的 哪里有打仗的样子 大炮加鲜花的 各位 都散了吧 好好好 徐太太 老徐我给你带了 他如果敢欺负 请把告诉你 谢谢 谢谢 又真是一定要帮忙 董事长 这次如果再找不到女朋友 我是要受到处分的了 说什么呢 没事吧 没事吧 请 请 您请 这被虫子住过来呀 这个日本人没来以前呢 还值点钱 现在不好说了 这样吧 老板 你看着给个价钱就行了 要是我收了呢 还得找地方放 我看呢 这样 你还是拿回去吧 对不起啊 小姐 还有我的 还有我的 保罗你别动 你跟我不一样 你还没嫁人吗 老板你看着给个价钱吧 好 好 好 放我两个 好 保罗 这件事情咱们先别跟妈说 妈老了 眼睛花了 看不见这些皮子都被虫子咬了 还惦记着一回卖一些补贴家用 还惦记着一回卖一些补贴家用 这件事也别和哥嫂说 是 不过没关系 车到山前必有路 别人能活 我们也能活 姐 皮子给我 皮子给我 我替你藏好 我也为姐分担心 好 我们高高兴兴回家 我跟她说 我们老板说了 再也收不上水贴 就别回事 就在努白中带不着 你看 你跟咱们住水贴里了 我妈还敢说好不好 别着急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慢慢说 慢慢说 好了好了 都别吵了 太吵了呀 我一个一个来 别免费的 来来来 你的 大家来啊 一个一个 你的 慢慢来 你这个 慢慢来 这个不接也没事吧 你的 你的 这个拿回 好好好 好好好 这是你的 好 这是你的 好 徐太太 这两块子 请您笑纳 你们家出那么大的事情 我不要的 您先听我把话说完了 再说要不要啊 家门不幸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姨元 不幸去世 这在世的只有我 和刘苏是他的亲人了 刘苏虽然和他离了婚 但毕竟是他的原配 所以说 请你到白府去报个丧 这事啊 我一定办 还有一件事 只有刘苏才能办得到 什么事啊 这么要紧啊 是这样的 到早上吃饭的时候 他们 他们就是不起来 我们还怀疑来着 真是吓死人了 哎呀 真是的 徐太太来了 刘苏啊 我是宝丧来了 姨元 姨元死了 姨元死了 梁梦丽也死了 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一下子死了三个 唐家这算是岛运了 这么多的财产 徐太太 怎么会呢 扎马飞 医院里检查过了 过量 扎过量 怎么 他们怎么会有那种东西的 正查着呢 唐家一定要我来一趟的 应当告诉我的 刘苏 就属你体贴 唐家还是有这个意思 什么事说吧 他们是托我 来请袁佩夫人回去奔丧 说唐医员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你们不管怎么说 算是父亲一场 妈 徐太太 妈 老太太 老太太 老太太呀 我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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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她 对呀 徐太太 坐下她 对呀 徐太太 坐下她 你也坐啊 妈 你也坐啊 妈 您也坐啊 徐太太呀 唐家这会儿想起我们刘苏了 婚都离了 不能去的 是啊 唐家也说过了 白家再有些什么事情 也与唐家无关了 对呀 他们现在才想起六妹 不去 世上没那么便宜的事情了 离了婚的原配夫人回去奔丧 这也说不通啊 刘苏已经和议员离了婚 没有任何关系了呀 唐家这也太不把我们白家放在眼里了 哦 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啊 要去也行 既是原配夫人 那我们白家也就还是唐家的亲家 现在我们白家主转不开 这唐家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对对对 四弟妹说的是啊 即使亲戚就应该互相帮衬点 他们唐家不愿意认咱们白家是亲戚 咱们白家也不认他们唐家 是啊 大家先替我把话说完 事情总是一件一件的讲嘛 我还没有把唐家的话讲完呢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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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啊 唐家的意思呢 刘苏倘若回唐家 唐家就可以以一元一双的名义 过继唐家一个远房的侄孙子 给唐家顶门立护 唐家当有一份大的谢礼 刘苏呢 从此以后啊 生活也能比较安宁 唐家就是这个意思 这 这 这 好了好了 现在啊 唐家真是要求六妹了 既然唐家器重六妹 六妹去到唐家 生活当然没有可忧虑的了 这也算是懂事 对吧 对啊 虚虚 不过话要说回来了 也就是六妹啊 没有把自己当外人 对 处处帮着唐家 对对对 上次 徐太太 这上次龟被人绑了 唐家那么冤枉六妹 六妹还是想办法 把龟给救回来了 对对对 六妹对唐家这么 那唐老爷 这唐老爷啊 这话又说回来了 唐家现在也是不容易啊 对啊 这一下子就死了三个人呢 三个人对吧 这唐老太 不不不 这唐老爷 是啊 唐老爷 他现在也是撑不住了 他让六妹过去 也是在帮唐家 对对对 咱们出场前 也是理所应当的 你们说是不是 钱算什么呀 将来这唐家 都该是六妹的 是吧 那当然了 人们有了 对嘛 拿过来也是好事嘛 就是啊 这要真去了 那不就是守一辈子火寡吗 我姐不能回去 他要是真的回了唐家 那就等于把自己彻彻底底 卖给一个死人 现在是什么时代 封剑的东西 我们应该反对 七妹 怎么这么说话呀 七妹 你是听声音机 听摩登了吧 你要反什么封剑 你说 白家要不封剑 能撑到现在吗 要想活下去 撑住白家 是关键 是吧 妈 对呀 三嫂说的对呀 你又不是没看见 那要账的人 天天在咱们家 多少啊 三嫂说的是啊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撑住白家 要撑大家一起撑 为什么总是一个人撑 这话说的不好听啊 谁又不是没有想办法啊 就是啊 对呀 大家都不要再说了 说了也没用 还是听流苏的 徐太太 事情我都清楚了 唐家的意思 我已经转达到了 我要先回去了 老徐刚从香港回来 好的 谢谢了 不用谢 刘苏啊 你不怨我就好了 再会 再会啊 都送送徐太太呀 走走走 对对对 不用谢 徐太太慢走 慢走啊 徐太太太 快点来 快点来 走走走 慢点 再来啊 徐太太慢走 谢谢了 徐太太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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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啊 我这一次回来啊 知道吗 见见你 是第一位重要的 什么意思啊 你是让我高兴啊 还是让我不高兴啊 我晓得 你从来就没有把我放在第一位过 哎呀 亲爱的老婆啊 我这话只说了一半 还没有说完呢 妈呀 走开了 你歪歪的 狗嘴里吐不出小牙 哎 还有啊 就是给我们的老板找个安抚 哎 这是第二位的 你们老板可是不好管的 要说姑娘呢 我这倒是有一位的 比如说白家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生气吗 我今天从白家出来 真是把我气死了 你不知道那白家的人哪 又可怜又可气 为了能够撑下去 几次三番地 逼着刘苏回唐家 哎呀 赶上卖女儿了 想想刘苏也是可怜 我心里很难过 这么一大家的人家 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哎呀 白家就算了 哎 你别这么说 今天啊 我是长见识了 我见了白家的七小姐 人长得漂亮 跟好莱坞的明星 一个里饱满差不多 高鼻子大眼睛 你看 哎呀 你 哎 哦 在那轻轻的春藏 我也不更有 你怎么会 这么再来 对对对对对的 我都得了 这个是 你怎么会 这一回子 我怎么会 那你怎么会 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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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